哈喽 小蓝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姚依天 整个第十季已经播出结束了 你对第十季觉得做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 至少我自己有在认真做 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也在认真做 我觉得挺满意的 当然肯定也会有一些 观众朋友可能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这也是我们感激的空间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我们那个十一端的一个 问答的一个环节 好遇到这个可怕的环境 每次都打错了 考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快 Tschる we're coming the train 十一顿跑来难辨 四季 4季 对了是吧 从第七季开始的七大九十 对 已经第四季了 期待它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 我们的幕后故事 在第九季第四季 保护生态 依探生活中 李晨所饰演的珍惜动物是什么 金斑竹凤蝶 大家应该记得 我在节目里面说了 我是巴德弗莱 巴德弗莱记得是什么 巴德弗莱 蝴蝶对 什么什么什么 啄凤蝶 啄凤蝶 在第八季的第一期 人生大管车 最后的人生阶梯最高者是 杀业 李晓妞 就是我 我 买了 都忘了 不过想要把这套品 第一期留给你 晨哥这个事情 因为你还前期的 三年六季的时候 我们工作人员 和艾斯 做的一些 这些评论战争 也是获得了 晨哥的那个 随时 就自拍到他 随时帮我打电话 是是是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用 我没忘 我怕晨哥忘了 前两天 苹果里还跳出了那个图片 我试试提醒他一下 好 第四季 第十七 杨与狼的故事中 狼队的内奸 李晓 狼队的内奸 是我吗 你猜对了吗 你猜对了吗 他把今年我们宣传的 节目的量给你吃吗 今年我们 因为政治跑来 今年第十季嘛 我们也做了一个 十大具现的概念 其实我们今年也是 希望说做 能够让观众 能够让网友 印象深刻的十件事情 像我们今年 有做了那个群聊式官宣 蔡旭坤 也是在这次群聊当中 提出他想当这个一日PD 然后我们这一季 也是替他实现了这个想法 大了几个 对 然后包括五四啊 和六一二童节 我们也有跟那个共青团 和新华网做了一些公益的活动 包括我们这一次 在新疆吐鲁番 然后也是做了一个公益的活动 帮助他们一起卖葡萄 有个公益生产片 也是马上要上线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当然我们这一季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十大具现 就是十亿吨 跑男的料 在全网 微博抖音快手 都在播放 这就是我们的制作人 艾姆西冠名了几季跑男 八季 艾姆西冠名奔跑吧 八季了 感谢一下客户 尤其是我们非常美味可口的艾姆西 谢谢一支对节目的支持 希望大家也喜欢艾姆西 喜欢跑男 太荣幸了 十亿吨是一个很火的节目 居然可以上这个节目 谢谢 在所有欧盟的情报中 艾姆西冠最快的欧盟军行 这个是坑 艾姆皮蒂回复最快的是服装群 你这有标准答案吗 这一题 服装群 艾姆皮蒂是一个对审美非常有要求的人 所以他对于像设计图啊服装造型啊这些是特别重视的 所以大家能看到每一期大家有很漂亮的衣服的那些 都是姚皮蒂亲自把关的 你到底哪里面最快的工作群是吗 编剧群吧 然后再就是其次就是编剧导演 一般是过图的那些群 导演组的跟编剧沟通的那个群 服装群你看 服装群我看但是我不说话 一般都是在里面潜水 在第四季第四季中 兄弟团成员穿上校服 重回校园并获得不同的班级职务 baby是做了什么职务 a 体育之心 b 文艺之心 c 智慧之心 d 以上都正确 b 文艺之心 我当然是文艺之心 第九季第九季中口袋的秘密 谁得到了最多的黄金 我不知道 那一季跟我没关系 那还要说吗 最后当然是我获得了最多的黄金了 第五季第八季 第五季第八季大连那个足球 对 baby的球医号码 好像是28号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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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生日是吧 28号 大哥回答一下更好啊 你问有几个组 导演组 编剧组 然后 摄像 灯光 音频 技术 后期 翼桶 道具说了吗 然后制片说了吗 哦 还有服装组 完了 哦 商务 商务组 哎呀 商务组 那还差一个 好 到各个平台去的版权组 OK 一共是14个 一共有14个工作组 分别是导演组 编剧组 制片组 一同组 后期组 宣推组 摄像组 广告营销组 版权组 技术组 道具组 灯光组 音频组 和服装组 奔跑吧 第十季的自由主持人 爱你不变吗 奔跑不停 爱你不变 奔跑不停 爱你不变 这也难不住 在第九季第二期 保护国宝的健保游戏中 神秘人W先生 与三位线人完美合作 赢得胜利 请问W先生和三位线人 分别是谁 邓子齐 然后 那个秦浩老师 还有沙哥 神秘人W先生是蔡徐坤 三位线人分别是我 邓子齐和秦浩 我们四个完美合作 赢得胜利 第八季第五期节目中 沙哥肥牛演唱的歌曲是 第八季第五期 沙哥肥牛演唱的 呃那个 那个那个 宠爱 我们沙哥肥牛组合演唱的是 主爱 记得 谁在不停地落水 郑凯 李晨 贝比 我一直落水 而且那一期 我是唯一的一个嘉宾 沙哥 对不起 一期节目中期出货 有几个地方 还有让我想到 那个葡萄的生产链 采集 对 算了我不知道 太多了 找后期老师 李晓益了解一下 六个 素材整理 剪辑 花字组 包装 混音和调色 好 你实际多重解锁 嗯 好难 你一共 包装黄河鸡 两期 嗯 多二期 这个 这个好算的呀 因为 因为那个 第八季的 倒数第二期是 100嘛 所以 在第八季加一期是101嘛 然后加黄河篇第一季67107 然后 那个 第九季12期 119 119 119再加去年黄河篇 67 125 然后 然后 125再加今年12期 137 分跑吧 至今 已经播出 126期了 什么 你叫大哥 叫我 叫大哥 是因为 我们有一次在 应该是在澳门踩点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澳门很热嘛 我就穿了一件无袖的背心 然后好像刚好有一趟行程里面 我是坐在那个运输道具的那个工具车上 然后坐在那个副驾驶座 然后隔着那个玻璃 然后戴着一副墨镜大家就觉得我很像那种港片 或者是片子里面的那种带头大哥的感觉 所以就起我这个外号叫大哥 然后后来就一直这么叫 其实在时分最喜欢的节目就是提示 他的偶像包袱碎了一地 然后722 他的心 单尺要上了 哈咪女孩 大家都要做哈咪女孩 应该是偶像包袱吧 因为他已经碎了一地 蔡雪昆参加帮跑了一地 这个名牌撕掉了是吗 哎呀 他第一次撕掉哪一次啊 应该是桂林那次吧 李晨 郑凯 第一次撕掉的是凯哥 昆曾经在节目中说 过来参加帮跑的原因 那提问是什么 啊他说他有好几个原因啊 我记得好像是想就是自己多一点 方便给大家展现吧 好像是大概这个意思 就最主要的一个 锻炼身体 真好吧 真好 造亿万吨的光芒 造亿万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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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真的是深入人心 让每一次只要那歌一放 所有的MC都会在现场 回想自己走过那么多集 都会热灵 真的是 就是发自对心的歌曲 也是大家共同创作的 很辛苦 刚好卡托以来 第一百期的主题是什么 那个呀 对战00后啊 是世纪争锋 对决00后 第十季第二期 是压版的一系 第三个游舍子的时候 白鹿回答了两个 队友都没有说出问题 有一个是深入人心 叫碗 还有一个是 葡萄吧 葡萄和碗 怎么了 这冰箱里 为什么不能有葡萄和碗呢 第十季第四季 五零零一天国中 最后是谁拿了九零白骨折 谁白鹿啊 不好意思 我就是那个床 第十季第六期 假如没有音乐中 无音乐协会的会长是谁 嗯 那个呀 百露啊 一世地上双 这是我本人 中考案 我们押对什么方法 押对过 曾经在第八季的 第一期人生档案馆 和第六期真相 我该相信谁 分别押对了 2020年的浙江和北京的语文高考做问题 你中考到目前没有去过的哪个神 好多啊 有贵州湖南上海西藏 西藏也没去过 没了吧 江西什么的好像也没去过 没有去过 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贵州 希望大家来我们贵州做客 我们贵州有好景 有美食 您要啥都有 反正 你一般看起来 这个就知道了 哪个是哪个 呃 首先 呃 这个城市是不是具有它独特的气质 这样可以给我们主题的创作呢 带来一些敏感啊 其次我们要看这个城市体量够不够 就是因为我们 呃 节目录制的 留意期内容比较丰富嘛 所以就是 要看这个城市体量去太少的地方 可能无法满足我们的录制条件 那当然是我 我为了拜师专门去 拿出了我的看家本领 穿剧变化 那当然是我 我为了拜师专门去 拿出了我的看家本领 穿剧变化 所以我带的是穿剧脸部 谢谢 呃 袁姐 您的孩子可以看我们的照片吗 呃 就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奔跑吧 然后其实我在春季和秋季的时候 就是每一个月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出差 然后我儿子就说我出差了 他就会跟班里小朋友说 我妈去路跑来了 路回来你们才能看到 所以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爱非常爱真的啊 小朋友们其实一直很担心说 妈妈我跑南播完了播什么 不用担心 马上我们的嗨放派就来了 一定要看 去找真相就是嗨放 也是第十季 第六期中 周深作为爱恋者代号是什么 嗯 蜗牛 我不是黄鲁鸟 因为我是蜗牛 那好吧 这一季里面 第十季里面 第十季里面 第七期节目编是你做编剧吗 我做编剧啊 我只编 我今天只写了鲜花那期案子 你自己本人 第十季节目的最新的哪一期 那肯定我自己写那期啊 再来本季第三期的匿名用户 第十季节目调查事件中 谁是虚拟形象建模师 周深啊 我 是我 是我 还是我 我就是虚拟形象建模师 而且我还分别记得他们是 什么职业 但我告诉你 我觉得读问内容里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回答最好的 我还是这句话 对 那我明年再努力吗 你真的努力 你现在节目是合理的吗 这些问题这么简单 我可以提一个私人的自己小小的要求吗 明年节目能不能听周深 唱一首歌给我们 可以啊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听周深唱歌 我们也很期待 他有一些 可以有一些歌啊什么的 在节目里为大家来呈现 期待一下 我也期待 嗯 然后呢 这一期也是我们那个十一吨跑南料整一季 最后一期是工作人员特级 那么你在最后有没有想要对你全组的工作人员小伙伴说的 嗯 其实想说的话有真的特别多 其实做这个行业的人吧 就是他需要很多的这个想法以及要很多的这个火力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的这个工作状态是非常容易就是不稳定 因为有的时候他身体上的累和精神上的压力什么的等等 有的时候会让大家再加上自己生活上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很 我知道每个很多小伙伴他都是因为做节目有这样的压力 同时也能带给大家很多的快乐 所以大家也很愿意去一起做一个好的节目呈现给观众们 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快乐的生活 然后工作中如果有什么压力或者有什么的话 我们也可以多多聊天 希望大家都能照顾好自己